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01集 李妙真入京 一人一鬼主仆俩拨开草丛搜寻一阵 在极西的杂草里找到了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穿着黑色金装 失去了头颅 手里握着一把卷刃的钢刀 脖颈处那道顽口大的疤 已经干涸发黑 死亡时间至少超过两个时辰 甚至更久 肯定是死于江湖仇杀 怨气还不轻呢 咱们把他给埋了吧 免得他曝尸荒野 七日后化为怨灵 苏苏建议道 身为妹的他 嗅到了一股极为浓郁的怨念 这股怨念 极有可能让死者 在七日后化作怨魂 当然 这类魂魄无法长久存在 短则几个时辰 长则数天便会消散 可是 这条山道并非荒无人烟 如果在怨魂消散之前 有旅人经过 很有可能会遭怨魂攻击 轻则大病异常 重则死亡 苏苏认为 应该及时的杜绝这样的事情 李妙真沉吟 怨念这么深 生前恐怕有什么大事吧 才会让他这么不甘心 我尝试召唤一下他的魂魄 看看是什么事情 不是吧不是吧 主人你真觉得自己是女侠了吗 苏苏在原地蹦了蹦 你是天宗圣女啊 你将来是要太上忘情的 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 与你而言都是浮云 忘情而至宫 不为情绪所动 不为情感所扰 女侠只是我们为了伪装身份 给自己制定的一个角色而已 天之至私 用之至宫 你何时能冷眼旁观世人的爱恨情仇 不为所动 不阻止 不干预 那你就能修成正果 咱们把他埋了就好 何必多惹事端 闭嘴吧你 李妙真不耐烦了 天宗的奥义宗旨 需要你来教我 太上忘情是没错 可如果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如何忘情 说忘就忘的吗 再说 他不觉得行侠仗义有什么错 为何有些人总把事态炎梁挂在嘴边呢 就是因为好管闲事的人太少了 倘若人人都有一颗行侠仗义 好管闲事的心 事态也就不会炎凉 李妙真把尸体抬到路边 吩咐苏苏取出三节竹筒 竹筒里分别是黑色的淤泥 黑色的血液 散发寒气的药材 黑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乱葬岗八掘出的湿泥 服役各种阴性材料 黑色的血液的主要成分是阴时出生的厨子的鬼水 服役各种阴性材料 散发寒气的药材则是一些生长在基因之地里的药材 这具尸体死亡时间过久 无法直接召唤魂魄 而且又是暴尸荒野的状态 强行召唤魂魄 会当场消散在太阳之力中 苏苏熟练的用三种材料调配墨水 并取出了一杆植骨微深的毛笔 展墨递给了李妙真 李妙真在尸体身上刻画或扭曲张扬 或含蓄内敛的古怪咒文 并念念有词 随着阵法的逐步成形 周遭荡起了一股股阴风 太阳仿佛失去了热量 当最后一笔落下 阴风卷着一道道破碎的魂魄而来 从路边 从草丛里 从半空中 与尸体上方凝聚 化作一个不够真实的虚影 那是一个精瘦的汉子 目光呆滞 呆呆的漂浮在尸体上方 李妙真眉头微皱 盗门是玩鬼的行家 只看一眼 他便确认这个鬼魂受损严重 死前有被人真对性的攻击魂魄 但对方应该是个武夫 能力有限 无法彻底的湮灭魂魄 李妙真问道 你是谁 同时 台旨度送出一缕阴气 滋养魂魄 鬼魂受到阴气的滋补 呆滞的表情有所变化 血图三千里 血图三千里 请朝廷派兵讨伐 请朝廷派兵讨伐 李妙真连续追问数遍 鬼魂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句 再多他就说不出来了 血图三千里 李妙真脸色严肃的念叨 怎么处理它 苏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魂魄残缺 想让他说出后面的内容 就得养魂 但养魂是漫长的过程 短期内是无法指望了 李妙真目光随之落在尸体上 灵机一动 若是能查出此人身份 或许能进一步知晓内幕 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事 主人说的有道理 苏苏乖巧地点头 然后问道 怎么查 我怎么知道 李妙真沉吟不语 不停地思索着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忆起 云州案时配合许清安查案的经过 他竭力地回想 试图借鉴许清安的思路 来破解这具尸体的谜团 但他失败了 沉默的气氛中 苏苏低声说道 如果那小子还活着 肯定有办法 你也想起他了 他是我见过破案能力最强的人 李妙真不动声色地点头 嗯 你把尸体带回京城 交给衙门吧 此人在距离京城不远的荒山被杀害 八成是遭遇了截杀的 说吧 李妙真取出了地书碎片 对准尸体 光华一闪 尸体消失不见 他接着打开腰间的香囊 将残魂收入其中 因为有了这件插曲 主仆不再慢悠悠的闲逛 李妙真把苏苏收入香囊 召唤出飞剑 偏然的月上剑挤 飞剑咻的一声 破空而去 一刻钟后 他看见了京城巍峨的轮廓 看见了围绕京城而建的 星罗旗步的村庄和小镇 李妙真降下飞剑 鱼城外落地 飞剑有灵 自动规巧 唤的一声 他抖了抖玉石小镜 镜面飘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指人 竹枝为骨 眉目如画 一拍香囊 酥酥化作青烟飘出 鸟鸟挪挪的进入指人 指人顿时活了过来 眉眼产生灵动 纸坐的身子化作血肉 长裙飘飘 主仆相视一笑 进入京城 主人 我是第一次来京城呢 都说这是大风守善之城 陆地最繁华城市 苏苏雀跃道 穿过城门后 他迫不及待地左顾右盼 沉稳心 你的人生和鬼生 加起来好歹也接近四十岁了 李妙珍说着 走向了城墙边的告示栏 每到一处城市 他就会本能地去看告示栏 上面会有官府张贴的告示 包括朝廷政令 通缉习文等 主人你老毛病又犯了 京城高手如云 即使有脚文 也轮不到你来替天行道 苏苏撑着红伞遮挡太阳 这时他看见李妙珍身子骤然一僵 眼睛慢慢睁大 盯着墙上的某篇告示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极少这般师态 看到了什么呢 苏苏出于好奇 走过去 与李妙珍并肩 看向了习文 下一刻他瞪大了性眼 红润的小嘴 微张 像是见了鬼一样 这个比喻不恰当 像是见到了 替天行道的道人 不知是过于震惊 还是激动 撑着红伞的手 微微的发抖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